全面禁止,摘戒月市集 欢迎收看4月16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本集由日本下量第一化妆水Hatomuki赞助播出 行动管制令不知不觉来到第30天了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周冰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乐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10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5182人 新增1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84人 不过也有119人出院 累计出院达2766人 值得一提的是 诺西山获得中国媒体点名为 世界三大杰出抗疫医生 行动管制令期间 很多人留在家里 街上的车流量变少了 根据丁CD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 最近吉隆坡和柔佛新山一带的空气 有明显的改善 为了彻底阻止新冠肺炎蔓延 政府宣布全面禁止 栽借月事迹 包括线上 打包和得来素 但是目前已经执行中的电子送餐服务 例如Great Food 还是可以继续运行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日本销量第一 艺人化妆水 健康又保湿 艺人的营养价值很高 被誉为世界核本科植物之王 具有清热排毒 增强免疫力等功效 对于肌肤更有保湿美白的作用 行动管制令期间就让我们好好保养肌肤 MCO后亮丽登场 它的MUGI艺人化妆水 是日本销量第一的化妆水 融合Cosme大赏冠军 具有五大功效 第一 提亮肤色 让肌肤自然透亮 第二 细致毛孔 有助肌肤细胞生成透明至酸 第三 补水保湿 渗透肌肤充分补水 第四 晒后修复 修复晒后灼热 第五 调理补给 改善肌肤 干燥暗黄 HATOMUGI艺人化妆水 主要由天然植物成分组成 无添加色素 无香料 任何复制都非常适用 预知更多详情 欢迎扫描二维码 感谢日本第一化妆水 HATOMUGI赞助本集的新闻最热点 让我们有能力 继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 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导国际新闻 确诊夫妻庆祝50周年金婚 意大利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 因为确诊冠病而入住加护病房 医护人员发现 他们即将迎接50周年纪念日 所以安排两夫妇住在同一间病房内 并为他们筹办了简单的派对 两人还手牵手合照 非常甜蜜 阿根廷位于马德普拉塔的商业区 在疫情期间少了人潮 但却出现了在晒日光浴的海狮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有趣的画面 台湾脸书先粉红热潮 台湾有家长反应 小男孩不敢戴上粉红色口罩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 为了改变这个现象 亲自带头戴上了粉红色口罩 接着脸书上便掀起了粉红热潮 不只大品牌换上了粉红色头像 连政府机构的头像也变成了粉红色 他们希望带出的信息就是 颜色不分性别 台湾脸书所掀起的粉红色热潮 不只是一个可爱的现象 它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活在2020年的我们呢 不应该再用颜色来区分性别 粉红色不是女生的专利 只要你喜欢它就是适合你的颜色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将会给冰热 谢谢 说到粉红色我就感触很深 有一次我在逛街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男孩对着妈妈说 我想要吃那个糖果 结果妈妈回应她说 这个糖果是粉红色的 男孩子不能吃粉红色的糖果 我当下非常的傻眼 只是单纯包装的颜色 妈妈就不让孩子吃自己喜欢的食物 颜色不应该分性别 我们不应该轻易抹杀孩子的兴趣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热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哲兵燕 祝你吃好睡好 我们明天见 再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我就是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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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你